世界的尽头 灾难的巅峰 战场上的勇士 耶稣快再来 你预备好了吗 预备迎接末世 欢迎各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我们也欢迎所有收看安琪TV节目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将要继续我们的这个系列预备迎接末日 我们要继续的题目是如何面对灾难及迫切的危机 让我们来开始 让我们翻开启示录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the revelation of jesus christ which god gave him to show to his servants things which must shortly take place and he sent and signified it by his angel to his servant john who bore witness to the word of god and to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to do all things that he saw 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圣经的预言是要叫我们做好预备 帮助我们面对灾难的领导 还有危机的领导 然而在这世上呢 有许多的人群 他们会提出许多末日的这些理论 我们最近听到的是 就是有关玛雅历法的预言 他们说这世界的末日将在2012年来到 让许多人担心害怕 但是主在圣经当中给我们预言 是帮助我们面对预言来到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33节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只近了 正在门口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将会有许多大灾难发生 这个将有极地的飘移 有地震 大海啸 大陆的迁移 水灾 风暴 火山爆发 火灾 海底火山爆发 火山石爆 冰雹 还有许多的灾难 圣经描述末日的这些开始 我们从圣经的启示录当中看得到 当第六印打开的时候 让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六章 让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我看见当他开启示录了 六十八道 然后看见 有大大灾难 然后夜变成了蜜蜜 像雀蜜蜜蜜 然后天空变成了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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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空变成了蜜蜜 当天是震装的震装 震装 之后天空变成了蜜蜜 当天空变成了蜜蜜 揭开滴滴右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雪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 如同芙花果树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极地飘移的现象通常不为大众所知 因为这会造成大规模的恐慌 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 天使正在延缓这些事情的发生的程序 直到神所有的使者都盖上印记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你预备好了 神也要为你盖上印记 使你脱离这一切的灾难 但是我们要预备好 我们不要担忧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事 因为将会发生的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来面对幕后的事情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在启示录第七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 站在地的视角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处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像那得着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说 地与海并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 我们的神真是奇妙 在这些灾难发生之前 我们都会被盖上印记 我要你们放胆 因为你的神爱你 祂顾念你 所以不要担忧将会发生的时间 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另外一段经文 第十六章 十八节到二十节 and there were noises and thunderings and lightnings an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such a mighty and great earthquake as had not occurred since men were on the earth now the great cit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nd the cities of the nations fell and great Babylon was remembered before God to give her the cup of the wine of the fierceness of his wrath then every island fled away and the mountains were not found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 列为山段 帝国的城 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城自己列入的酒杯滴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种山也不见了 让我们来看另外一节经文在启示录第八章 八章七节 第一位天使催号 就有包子与火缠着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当我们从启示录当中 读到这一切的灾难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能够在你的心中想象 会令人极为害怕 因为会影响任何一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读启示录 但是主鼓励我们要知道圣经当中所说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 我们甚至可以帮助那些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你是否愿意为主做荣耀的器皿吗 献上你自己 让主的平安 深深地藏在你心里 使你做好预备 让我们看另外一段圣经 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 又有大冰雹 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月中一他连德 为这冰雹的灾害极大 人就亵渎神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冰雹 你会知道这冰雹打在身上是很痛的 我们所读到的有关这一切的灾难 将会为许多人带来很大的痛苦 但是主要你知道 祂已经为你预备一道得救的门户 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 让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有关圣经预言的真实性 让我们对未来有一个认识 也让我们知道 所有世上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也会带来一个动力 让人人都去寻求神 如果你今天问我牧师 我是否能够逃避这将要发生的大灾难吗 其实问题的答案在你身上 你与神的关系有多亲密 让我们翻开圣经彼得后书第三章 让我们来看第十节到第十四节 但在天那的王将来将会来到的陆 在加弁疫又会被 tracked大通 应该由于这些东西预复 什么 popular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K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旗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 怎么样尽前 窃窃盼望神的日子来到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聚在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止灾 安然见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基督鼓励我们 在这末日的时候要警醒 要殷勤 让我们可以安然见主 没有玷污 无可止灾 如果你能够来到大能神的保护之下 脱离一切的灾难 脱离一切临到这世界的灾祸 如果你还不确定 但是你想要在神的面前做正确的事 现在让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胸膛上 我会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 天上的父我们奉耶稣的名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 我们接受你在吉斯路所讲的一切话 你要我们做好预备 我现在祷告求你释放这样的恩典 给我们每一位听这节目的观众 让他们可以逃避这将要来临的大灾难 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再次来到这个系列的尾声 我们下周见 愿神赐福你们每一位 如果你要联系我们 请注意荧幕下端的网址 跟我们分享你所经历的 愿神赐福你们每一位 哈利路亚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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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何时都张开你的手 在怀恋之中 你为我承担 我学会依赖 只为有你能代理我 如果 祝你是我必难所 我一切你全都知道 当我临现身赞美 所有困难 全都消散 距离是我必难所 你拥抱自我力量平安 愿我有你荣耀奇妙同在 在受伤之中 你拥抱着我 你拥抱着我 温柔安慰我 我问何时都张开你的手 在患难之中 你为我拥抱 你为我承担 我学会依赖 只为有你能带领我度过 职力量平安 主力是我必难所 我一切你全都知道 当我临线上赞美 所有困难却都消散 祝你是我非难所 你拥抱自我力量平安 让我有你荣耀奇妙同在 我赞美我敬拜 祝你爱永不改变 你心事你安慰 不离开永不离开 我赞美我敬拜 祝你爱永不改变 你心事你安慰 不离开永不离开 永不离开永不离开 不离开永不离开 祝你是我非难做 我一切的却曾知道 当我临心上赞美 所有困难 全都相散 祝你是我非难做 你拥抱自我力量平安 让我有你荣耀 几秒总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